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没对象 爸 我考完试就要搬到主校区了 你到时候把车借我一下吧 我顺带把我一个室友的东西 一块儿带过去 主校区 那不就是在芝芝学校附近吗 嗯 那正好 有空了还能接你妹妹放学 啊 我上个大学还得带个孩子 我不用他接 哎 你怎么当哥哥的 哥哥的室友 会不会是那个人 哥哥 我帮你一起搬吧 你要帮我搬宿舍 你又想做什么腰吧 哎 你这么懂事 怎么说话呢 他要去你就让他去 不是 我东西那么沉 他要是磕着碰着 那你掺着点 我 我到门口了 不是吧 你真来 我现在没空出去接你 进来右转后一直直走 男生宿舍九栋五二五 自己上来 爸爸的车 连布偶都买这么丑的 不愧是宠男丝 不愧是宠男丧严 哪里跑来的小偷 怎么只偷我的东西啊 盯上哥哥了 他把小偷的 п伏手 我不知道是你的 我是来帮我哥哥搬宿舍的 看到有东西 就想顺便拿上去 要知道这个娃娃是你的 我就不帮忙拿了 知道是我的 你就不帮忙 小孩 你有没有良心 哥哥帮了你的大忙 你忘记了 是你刚刚说我是小偷的 不高兴了 要不送你个娃娃补偿 你怎么买这么丑的娃娃 丑吗 不是买的 我也记不得哪儿来的了 那就是别人送你的 那我不要 走吧 小孩 书包重不重 哥哥帮你拿 不重 我是十三岁 又不是三岁 你确定吗 我们一会儿可要爬五楼 五楼怎么了 你真把我当小孩 那要是我爬不动了 你难不成还要背我上去吗 想要哥哥背 也不是不行